好,我記得在我們來看一些圖檔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叫做204 讓各位了解一下 這個是農委會 他那時候開的一些檔面 圖面 好 這個是農村住宅標準圖 他給你一個標準形式 農委會的 那是謝伯昌建築師師傅所畫的 那你看第一張圖 我們介紹的第一張圖叫所影圖 所影圖 啊,所影圖長這樣 你看,剛剛師傅介紹過了 所影圖,你看所影表 然後呢,它什麼圖面 A級,對不起,有點小 來 好,我們這樣來看 有沒有看到 看不到螢幕嗎? 我沒有分享是吧 OK 好,sorry 那我看一下 終於有人在看螢幕了 好感動 來 好 OK 看不到要講喔 看不到要講喔 看不到要講 你不要不講喔 我真的講完了就是講完了 好不好 OK 好,這樣有看到嗎? 有嗎? 有 有 有了齁,好好 沒有要講啊 我真的講半天 齁 還真睡得滿吵的齁 齁 來,我剛剛到哪裡去了 看看 看一下 好 好 這個你看到沒有 建築工程數量表 它連估價都給你算好了 好,我不要你做這個 我給你參考一下喔 就是說 你要蓋這個房子喔 開方土方大概多少 160方 你可以去估價嘛 一配契土方有150方嘛 那碎石極配 這就是它整個料都給你算好了 看到沒有 然後水電數量表也給你了 這個好貼心喔 你如果要 要施工的話 都有了齁 齁 所音表跟工程數量表 工程數量表 是在估價裡面有用的齁 這我沒有講到齁 那所音表 你看它所音表 來 是不是這樣 像我們講的A1 A2 A3 A4 A5 A6 有沒有 S是鋼筋標準圖 有沒有 這張號啦 圖號 它是這樣寫的 你看P 湖水處理想圖 好 然後E3 電器什麼 這我們 現在其實會 把這邊全部講完 再加一些道路 橋樑那些圖面 好 讓你對於施工圖 有更完整的概念 好 那你看到這樣的話 OK 這第一張圖 好 你看它這個就是 它有一些說明啦 基本上 有沒有看到施工說明 其實它排的也還有 算規則 有沒有看到 它還有對齊 它這兩欄 所以我說你在配圖的時候 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好 那我們再看第二張 這一張也是 那這一張的話 你可以看到 好 好像小了 好像還不是很理想 好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 你看 好 這邊還有工程造價 使用區分 總頭力版面積 還記不記得A1 好 有沒有 横台面積先套 有沒有 所以我說如果你今天 我們把課程上完了 你這邊都看得懂了 那你好厲害了 你學會了 你還可以去複算這些數字 對不對 因為有時候這些數字 算起來並不是很正確 你要去算 它怎麼來的 好 那這樣你可以看到地平 好 這是粉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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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看到 房間別 空間別 建材 壹平 牆面平頂頂天花 它露了一個踢腳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說 為什麼我們要建立這些圖面 你看 1-3 Motelu Motelu就是水泥沙漿 Motar 日本話叫Motelu 這個就是Motar Motar就是水泥沙漿 那什麼時候用1-3水泥沙漿粉刷呢 劈土刷油漆 就是皮頭料油材油漆 前面只有刷油漆 這是最基本的裝修方式 有看到了 好 OK 這簡單的粉刷表 好,那我們再來看 往下看 OK 好 那這就是什麼平面圖 有沒有看到平面圖 它平面圖你看 就是這樣 然後它有用一個什麼 食人化分詞 有沒有 就是你畫過的 它做公共管間 你可以參照它的圖面 它做的很基本啊 然後這是一個 你看 這是一個小 我們講小住宅啦 空間經理我就不介紹了 你要看得懂圖面 這我好喜歡喔 這在客廳前面有一個小灰廊 擺一張椅子在這邊 泡茶也好 看若日也好 這老人家的心情 看若日 然後進去 這個地方是跳空的 我看它跳空 好 所以這邊 樓上可以看到客廳誰來了 在二樓就可以看到底下了 對不對 從這邊就看到誰進來了 你看這兩層樓 上面就是廚房主臥 一個客房 小孩房 哇多好 你看餐廳廚房 好大的廚房 這是吧檯 然後這是老人房 這個我覺得好溫馨喔 只是地還要很大 這是農社 所以你可以考慮看 哇人家設計這樣還不錯喔 這是指北針 這是指北邊 最好是坐北朝南 好不好 這轉向是最好的 好 二層屋頂 有沒有看到屋頂平面 它是斜屋頂的 所以掛瓦 這歐羅克有一個ROOF ROOF 就貼那個材質 你看到 這是貼斜瓦 所以這造型做得很漂亮 很漂亮 你可以看一下 好 這邊在 你看這邊就你看 一樓的面積計算圖 還記得我跟你講過 平面圖裡面要算它的居室面積 居室面積 扣掉什麼 然後陽台面積 有沒有 它就算起來 然後二層面積 也有陽台扣掉 所以要核算前面的那個中標 所以 當你看完說 為什麼講得這麼細 我講 我講完那個圖 這一拳一上下 你這些圖面全部看得懂的時候 哇 那你真的學到東西了 我會很開心 再來立面圖 四項立面 那我們的圖面 兩個立面就剛好一張A1 所以要四張 剛好四項 能夠擺在一起最好 好 其實立面圖有時候不需要畫材質 但是它這個小工程 畫一畫了 看到沒有 它把材質飆上去 然後你看到 這是正立面 好 背立面講錯了 那它有回廊嗎 有沒有看到 對齁 它的斜屋頂是2比1的斜度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看到它的尺寸 很清楚齁 所以 這正立面蠻不錯的 這感覺蠻不錯的 這房子 有沒有看到 所以 你當你在看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看它有 它有什麼 右邊是虎 左邊是 左青龍 右白虎 這是風水裡面 它都還給你寫在那邊虎側 好 OK 好 知道就好了齁 再來 全剖面圖 有沒有看到全剖面圖 然後它這個是做法式基礎 底下填土 填土 填土完以後又積配 然後上面才是大 HC 好 有沒有看到 這樣可以比較容易防潮 好 防潮 OK 一樓比較不會那個防潮 你看一樓到外面的高度 還要75加5 80公分 萬一淹水還不會淹進來 還不錯 這設計這空心磚 玻璃磚 玻璃磚 對不起玻璃磚 畫法是這樣 好 那樑 你看做斜屋頂這邊是挑空的 這個時候會放沙拉油桶跟保鋁龍 它裡面不會釘模板 那看怎麼釘 那釘的話這個要怎麼拿出來 有的做法是 是做的時候一起做 有的說這邊做完以後 這邊再釘起來 再封起來 這不一定 做法很多種 OK 那好 你看全剖面圖 看出它的構架了 看出它的屋頂了 有沒有看到 這1、2、3就是所謂的 鑄構架 有看到了齁 全剖面圖 一張 就清清楚楚知道了 這是另外一個樓低剖面 加橫剖面圖 有沒有看到 所以我說給各位看一下 為什麼我們需要畫那麼多面 因為圖面都需要 OK 看到了齁 OK 好 再來看一下 門窗表 哇 各位應該最早 一開始講門窗表 有沒有 好 門窗表 把編號找出來 W的一張 D的一張 有沒有 它不用一張 就把它放在D放一側 W放一側 門一側 窗一側 看到沒 什麼材質 什麼樣東西 那這邊還有規格 你看 門鎖 鑿 門工器 門子 手推板 所以 這都列出來之後 OK 五金嘛 門窗就是第一個它的大小 材質 然後呢 玻璃 再來就是五金 記得齁 所以我每次上課講了很多觀念 我這一期其實很少講畫圖 為什麼 因為畫圖在前面兩個學期應該講完 這學期講的就是說 你怎麼用那些技術把這些圖面再畫出來 這是真正外面工程在用的圖面 你就啊 這就是時空圖 你看到這樣的一個門窗 好不好 所以你可以參照這套 這套圖不錯 我覺得還 還 麻雀雖小 五張巨型 你看祥圖 師公祥圖 你看屋頂祥圖 有沒有看到 屋頂怎麼掛瓦 那這個叫做屋籍 屋籍是怎麼樣的情形 有沒有看到 這邊就有寫它的規格 好 然後這是文化瓦 祥圖 你看文化瓦的剖面圖 文化瓦 重項剖面 所以這一張幾乎都在講屋頂 你看屋頂的部分 屋頂先底下有隔熱的隔熱瓦 這五角瓦我們講過 對不對 這平屋頂拍漿 這是做彈性的 切一個伸縮縫的 然後你看 屋頂它這個文化瓦 還做一個什麼 這個東西 好 水集合過來 所以你看 屋籍跟那個阿西做一個 會將怎麼固定 所以這邊整個都在講屋頂的 詳細圖 有沒有看到 這就是翔圖 好不好 OK 好 那再來你看 另外一個 這是樓梯翔圖 所以你看那個翔圖畫得非常的好 順便各位欣賞啦 文化的不好可以去學習 這圖面我有給你吧 有吧 這有沒有給你 也有吧 你參照看看 不過我覺得我們那個格式會比較漂亮 不過最起碼要這樣 你看樓梯的欄杆 這欄杆怎麼固定 它都畫得很清楚 有沒有看到 有 然後爬梯 你一定有上屋頂水箱的爬梯 我們現在不會用這個一根一根的了 我們現在整個用半圓弧 有沒有看過 好 半圓弧下來的弧 那比較安全 那 直踩踏步 好 然後不鏽鋼爬梯固定 好 這個都是一定要用這個爬梯 現在不是要用這種爬梯 有沒有 這在水箱爬上去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道理也是這樣 有沒有印象 OK 然後這是踏步 食材踏步有兩個 所以祥圖 再來還有其他祥圖 所以說祥圖非常的多 看你怎麼擺 所以你看這地平 怎麼做 紅磚地平 有時候人造鋼石 鋪石子 磨石子 洗石子 展石子 高架木氣口地板 氣口木地板 所以祥圖把裝修 地平的裝修全部弄成一張 這蠻不錯的 那再來你看牆面 牆面的裝修 這是空心磚的 應該是空心磚 是空心磚大小 對空心磚 空心磚有時候隔音蠻好的 在戶內的室內隔間牆 我們用空心磚 戶外可以用RC 那你看它空心磚 街頭怎麼做 那你看 空心磚牆面怎麼去做 所以你看牆的詳細圖 這張就全部是牆的詳細圖 有沒有看到 它圖面做的我覺得很扎實 這我們都介紹過 這鐵磚 這是鐵磚 這是鐵磚 你可以去看看 我們大概都講過 如果說你不太懂 慢慢去學 慢慢去看 那你出社會之後 出去工作了 這個就是翔圖 再來這個就是水電圖 這我還沒講 電器還沒講 你看它就有電器了 然後我們看 電器設備 電器我們耳後再談 屋內的配線圖 然後這是花粉池 有沒有印象 有吧 花粉池 幾個人的容量的 填進去 勾起來是六個人的 十個人的 我們是不是有個表格很大 對不對 FRP的 有沒有 是不是好像 這叫三槽花粉池 合在一起 好 那再來污水丸 你可以看到 好 結構圖了 好 結構圖了我也不談 我們下學期再來彈子結構圖 你可以看到 佩晶圖 好 200 那最終的標準相圖 好 這就是 這是水電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樣的一套農村相圖 你也會看懂圖面 蠻好的 所以各位學一學 有時候讓各位看一看 我們再來看一個案例 好 來看一個案例 這案例大一點點 我們看那個 我們看一下有有 有在中華路的案件 你看它跟建築圖跟結構圖 好 來點幾張圖 我沒有它的PDF 你看第一張叫A1 你看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叫集合住宅 好 那以及考試的題目範疇 大概比這個簡單一點 好 它這是很雜的 很雜的圖面 很雜的圖面 就是說 其實原理原則很簡單 一樣 還是一樣 就是說 到後來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 好 它還是字型跟我們不一樣 有沒有 好 好 找不到 好吧 你看 你看 它這個配置圖 哇 真的是 很震撼 你可以看到 第一張圖 讓各位看 有沒有 剛剛介紹的有沒有看到 它全部有84張圖 A1之1 A1之2 A1之2 A1之3 有沒有 A2之1 看到 我要讓各位看人家真的業界的圖面 讓你去想說 你應該要怎麼畫 好 你看 A2都是平面圖 A3就是立面圖 你看 84分之16 所以你要做的是編號 懂不懂 這些編號把它做出來 那個什麼 所音表做出來 然後呢 你看 A4之1 外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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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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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有 它有好幾個樓梯 4個 A A B DT 車道 車道我們這次沒有畫 但是我讓你畫了停車空間 你就代替進來 好 然後呢 電梯相圖 有沒有 這都很很清楚讓你看到 你看這還有台電配電室 蓄水池 它編在A5 汽車進風口 排煙室 這都現在蠻重要 只是說你知道就好了啦 好不好 好 好 那你看到A6 門窗裡面 好 還有三張 那P1 好 髮肌污水坑 好 S1 結構圖了 好 S2 OK 這邊就編了很多了 你看到沒有 它一直編到84張圖 有沒有 鋼筋標準圖 它編S7 其實可以編S0 好不好 安全支撐 都有了 好 這樣圖面就完了 它沒有水電圖 它水電圖分離開 你看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現況圖 還記得嗎 你怎麼去畫這張圖 好 如果你是像它這樣用貼的 你不用那個 你不用那個 我們之前這個方式 V-Pause來做 或者你可以用SREF 我再講一個 X-Reference 好 現在有一空我再介紹 你看 它配置主要著色 這個著色就是合乎 它講的 那個講什麼顏色 什麼顏色有沒有 就是著色 好 然後 旁邊的地盤圖 地號 了解了嗎 好 地號 然後又上色 好 然後再看到這邊 你可以看到 這邊還有位置圖 申請位置要著紅色 它就打成紅色的網格 好 將來這張可能用彩色列印 然後建築面積 你看 圖立 北邊 然後 這邊 來 等一下再講圖框 這一張來講 你看它的圖說 好 這是要送神執照哪些東西 其實什麼什麼什麼 它就列出來了 好 好 迷蜂的圖裝裡面 迷蜂就是裝起來 蓋大小商之後 裡面有哪些圖面 它就講給 說給它聽 建築師要在那邊簽名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圖框的部分 來 好 圖框你看到 第一個 它這個就是 我們從下面看嘛 帳號、圖號 有沒有 業務號碼 你不要管它 編號 他們公司的業務編號 Job Lumber 2011 這是2011年的圖 A0006 然後 誰畫的 誰設計的 誰教合的 這是越來越主管越高 核準是誰 日期 那這個圖名 那這是某某建設公司 好 然後 審核 然後 簽名 這是某個建築師 上面其實是修改欄 各位不要把公司寫在上面 上面的話 你比如說把學校名字寫上去 這邊就有一些簡單的附著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觀念 有沒有修正 修正用一個三角形 第一次修正寫什麼 修正了什麼 第二次修正 第一次最下面 第二次往上寫 所以這就是一張 很簡單的封面圖 好 講得很多了 很雜 你看一下 讓你了解 來 那我們再來看 A1看完了嗎 面積計算表 面積計算表看一下好了 你看面積計算表 好 他們這個圖面畫得比較嚴謹 我說真的看起來 你看他就這麼多的面積 好 至於怎麼算呢 我想我就不囉嗦 因為他們這個非常複雜 好 比如一般複雜 自行車可以停幾輛檢討 大於多少 罰定要幾輛 這都求找法規 容積率檢討 有獎勵停車 有停車獎勵空間 有容積移轉 所以他們在 就是很厲害在這邊 在這邊做文章 在這邊算完之後 怎麼去算 這個你了解說 這是按照哪一條 去規範要寫得很清楚 我沒有要你寫到這麼多 我沒有 甚至於建築系的同學 建築系的同學 也不會講到這麼多 了解吧 但是你懂了 這是什麼 不要看到字很煩 就不看了 那樓梨板面積分析 你看到沒有 GDD號在哪裡 這在中華路上面 然後 對不起 又飄掉了 來 在這裡 好 那它怎麼算容積移轉 你不要管它 這是基地的面積 第一塊 你看第二塊 一定有三 有四 有五 它就會算每一塊的面積 有沒有 好 核子建築面積是多少 好 依照建築面積的方式去算而已 好不好 它把剪圖都畫出來了 OK 好 那你可以檢查嘛 我從圖面上檢查 它是 它這邊講585 585 OK 它還用公分來畫 所以這圖面沒有用屋的 有圖面是用屋的 你知道嗎 這585量起來不是585 怎麼辦 所以 它是把1比1畫圖之後 把圖框 你看它講150分之1 縮小150倍出圖 它是用模型空間出圖 懂不懂 好 了解 所以還是1比1出圖 同學都要記得 它面積就是這樣 這邊檢討 好 這讓各位看一下就好 我不談得太多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 其他的 你看 高度這個就比較難 我們看一下平面圖好了 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一層 一層是最複雜的 因為它用了好多好多的字型 對不起 字型如果常這樣 就在上次有教你怎麼設定 照那樣去設定 一層 經不清彩 它一張A1的圖面就把一層塞滿 它一樓一定是有店鋪 你看有個字型更換起來 這店鋪啦 它用G嘛 巨帶 所以你看 這個整個就是 這就是柱子 好 所以你慢慢看 哇 平面是這樣 車道從這邊下去 所以 地下室我剛才沒看 這就是整個一樓平面空間 它留了兩間店鋪跟一個Lobby 好 OK 後面有一些樓梯 好 所以你看 你可以看到這邊圖面非常的複雜 那你以後靜下心來慢慢的看 找到柱子 找到開口 就慢慢去看著各間 了解嗎 你看 這是剖面圖的位置 在平面圖會看到 A4 就是要全樸面圖 之2 第一個圖 這個呢 A4之1第一個圖 看到了嗎 看到它的樸面線了嗎 有沒有看到 好 那這邊也有一個圖面 A5之1 A5之2 所以在平面圖上要標好多好多這樣的符號 你懂了嗎 好 就這樣去做 你看座標是用SY的 現在用123ABC 那早期的SY S就是水平軸 Y是垂直軸 它這樣比較好記 好 那這整個還有計算的方式還在這裡 所以面計算在平面圖裡面都還會擺 你看 電梯的墻圖 大門的墻圖 大門 上面還有氣窗 還有推開窗 所以 它這個都是放了非常多的圖面 施工圖就是長這樣子 好 我們再來看 來 那 立面圖來看一下好了 正向立面 我就隨便挑幾張來看 好 看一下立面圖 好 這個大了 看到沒 它因為放不下它就把A1圖框轉了 好 那圖面就這樣擺 了解嗎 好 那所以我就說 有時候你在圖框上面 我們用配置速度的時候要注意 有直式圖框跟橫式圖框 你真正在外面畫圖就是這樣 不然你就把圖框旋轉90度 貼進來 了解嗎 他們用這樣做 你看到 這大樓啦 所以你看到標準層都是用複製的 好 一樓跟二樓會不一樣 好 那像個寄作 然後頂樓會有不一樣 大概就在花樣就做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這像不像現在大樓外面做了很多很漂亮的東西 有沒有 好 所以頂樓跟一樓花的錢最多 在工程上面 好 你了解就好了 這是現在商業的包裝 好 那其他你可以看 我們找一個 我們找一個 中剖面好了 正向 A4 外牆剖面翔圖 我們看一下 好 這就是外牆剖面 他還是把圖框旋轉 你看到 他是三十分之一 所以他的圖是一張畫一個 好 他就是外牆剖 有沒有看到外牆剖面圖 這邊用截斷 這邊也截斷 所以你只要有連續一邊 你不畫了就是截斷 你不能說這邊沒有畫 你至少要畫一條青線過去 帶過去 這就是那個截斷符號 好不好 OK 你看下面有沒有截斷 也截斷 這邊也截斷 這邊因為建築物沒有過來 所以不截斷線 這是道路進階線 建築線 所以這是前後剖面圖 這要看底下造型嗎 這邊有一根兩 G3 然後這邊做造型 你看田鮑利龍 這是做造型的 外面看起來 哇很好看 尤其一樓的柱子還要放下一條 那個甲柱做得很漂亮很大 其實它結構就這麼小而已 了解嗎 這就是前後剖面圖要看到的地方 那這地方是往外拉 所以梁在這邊 那你拉位這一段就不好做 乾脆把它整個RC空過來 就是填起來 那這個梁看起來很大致 其實它裡面是空的 梁只有這支有作用 好 這裡面其實也可以跑一些管路 只是你要做維修孔 好 那這大概是這樣子 OK 這前後剖 很簡單的前後剖 好 那再看 再看一點點就好了 好不好 前後剖 樓梯剖 再看一個樓梯剖 來 好 你看樓梯剖 它就是 它就畫得很簡單 你看到沒有 從地下室上來 到這個樓梯 我這樓梯是這樣 上面就剖斷了 它沒有交代很完整 那另外一邊 這電梯 那管道 對不起管道間 那樓梯是這樣子 我們不都畫過嗎 是不是 只是說這圖面弄多巧 哇感覺好複雜 好像怎麼樣 對不對 是這樣而已吧 對不對 這就是全剖面圖裡面 它只是比例子大小不一樣 了解嗎 它這邊有大小 它這邊有比例 它講了三十分之一 OK 好吧 那樓梯剖它是這樣 所以我說圖面其實 那還有其他剖面 我不看 我們看 車道展開都一樣 那台電配電視 看一下電梯翔圖 你看電梯翔圖 這是我們介紹過的 底下有個機坑 B3 它地下室開發三層 然後-95 這底下室一層 你看它用截斷符號 好 兩個就截斷 這邊中間應該要插掉 要trim掉 這才正確 不過它是這樣 異數節 然後這邊是幾樓到幾樓 你看二樓 用一個樓層就跳跳到15樓 了解嗎 好 這就截斷符號 那屋頂 這是機械房 我記得有跟各位看過 電梯上面的情形 有嗎 有照片 然後這邊也施工說明 有沒有看到 所以這個想圖它就有 這是電梯公司提供的 它要放在建築設計裡面 你看每個樓層就高層 它用一個簡圖 這高度跟它是不一樣 那你看這邊它怎麼計算 機械室的面積多少 升降路 升降路就是這一個升降路的面積 這機械室嘛 升降路就是它跑的那個 core 這個叫升降路 這個面積是多少 機械室是比較大 好 大概就這樣 你看它有電梯機門的樣子 它叫城場門利面圖 好那你看還有機械室的出入口 電梯的平面圖 這叫升降路 好我們常看到這一個 那還有電梯的規格表 這都是電梯降圖裡面具備的 緩衝器是什麼的 OK 好 那再看最後一個門窗表 我們就 其實我們就到這邊 它並沒有降圖 它只有污水處理設備 所以我們也給你一個污水 你把它裝一裝 我們看一下翔圖 好 你看 是不是跟我們講的都一樣 是不是 好 這是門的 它門的放一張 是 是門的 我們是不是有畫一個鐵捲門 也有吧 一樣嘛 好 然後你看它還有編號 它把兩個鐵捲門寫在一起 用一個東西代替 這很聰明的做法 不需要每個句話 了解嗎 W多少 寬 高多少 OK Sty 這是鋼的鐵捲門 好 那三十分之一 然後你看到 這是拉門 好 它用在什麼地方你要去看 所以你看門 不都一樣嗎 所以 你剛剛你看到這麼多的一些圖面 我讓你看了說 哇 原來就是這樣 我們講的施工圖就是這樣嘛 業界就是這樣在做而已 了解嗎 它還有結構圖 結果我們就在下學期再來做 再來做 跟各位做介紹 好 還有在新莊案 這是在 漢神巨蛋那邊 那這個部分我就不介紹了 那其他你看 我跟各位講一個這個 透天的別墅 跟各位講一個大樓 差不多現在你外面遇到90%的案例 都是這個東西 90% 好 那這個是我一個學生的家長 他們那時候做的 好 你可以看到 你看 這就是 這是面積計算表 配置圖 好 這是平面圖 好 平面圖 那時候我在事工還帶學生去參觀 好 那平面圖 立面圖 樓梯剖面圖 結構平面圖 配金箱圖 好 量配金表 處配金表 沒有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原來工程施工的圖面 有的很簡潔 很簡潔 那至少 但是該有的都必須要有 我只讓各位看了這麼多 好吧 有沒有問題 來 那 如果沒有問題 各位要撐得下去嗎 可以的話 我們就把那個 最終的施工順序 講一次 我們就把它Ending了 好嗎 可以嗎 還是要休息了 蛤 我不想中間中斷 好嗎 要休息了嗎 還是怎麼樣 給我一個回聲 都沒有 那我就點名 繼續講 繼續講 講完我們就下課了 好不好 中間你如果自己要動作 自己去 好不好 反正我也看不到 對不對 這就是自由心理 你想聽你就聽 收穫是你的 你沒聽到沒有關係 你沒聽到 等一下我影片完了 我會把它穿上去 OK 好不好 好 可是你看看那個施工圖面是去哪裡拿的 不要問這個 OK 好 有些東西可以看就好 你欣賞就好 好 我也跟你講 有一些是我直接跟業主拿的 有一些是跟我的學生拿的 我覺得他們在業界 我就跟他們 可不可以有一點圖面support的老師要上課 好 我不會把它出版 你看那些圖 我沒有把它放在我的書裡面 我不敢 因為那是人家的著作權 懂不懂 上課demo一下 讓你們看一下 外面的圖面 我要讓你看就是說 那業界就這麼做 老師教的跟業界有沒有背離 沒有吧 所以你出去就可以很快接軌了 懂不懂 所以我才說 你有沒有收穫 有 OK 老師為什麼他們在做圖面的時候 都會把那些磁磚什麼 都會把它用圖塊去做 磁磚做圖塊 不只是磁磚 然後很多東西 他們都會把它做圖塊 圖塊是這樣 圖塊第一個可以省圖面大小空間 第二個圖塊現在可以編輯 就是說 你圖塊 你一個東西 假如說我講門 我們以前就叫過門做圖塊 還記不記得 我們那個門 我們門 那個推開門 我們都做圖塊 推門 那推門做圖塊之後 如果你不做圖塊 一個一個畫 第一個時間慢 做圖塊它可以調整 圖檔的大小會變小 所以它有很多好處 所以一定會運用圖塊 懂嗎 那我圖塊的部分講得少一點 就是你做完 像我們現在預測馬桶 都用圖塊啊 對不對 你還在那邊自己一個一個畫嗎 不可能吧 對不對 所以圖塊是要會運用 老師我講到你之前 你現在的學習沒有教我們怎麼去創造圖塊 有吧 門 不然門怎麼做的 門怎麼做的 如果是在CAD裡面設定一個新的圖塊 有啊 有啊 你看嘛 你那個門還記不記得去找一下那個門的影片 你記得我們在做 如果在CAD的第一期 CAD1裡面 開始在講門窗的想圖之後 那到CAD2的時候 CAD2我們在講那個平面圖的時候 要插入門的圖塊 我就會講了一次 如果沒有 很簡單啊 好啊 你要我現在可以做給你看 沒有啊 我是因為我幫 我幫建築系的話作業 然後在想到 然後沒有教過 天啊 你可以變槍手啦 好啦 他們沒有教是因為他們老是覺得說 這他們都應該會 懂嗎 那我是假設你們都不會我從頭講起 是這樣的差別 他不會的話 圖塊就是WBlock這個指令 按W就可以做了 然後圖塊之後呢 你記得怎麼去參 我記得我有講你去找一下影片 拜託 我真的不會再告訴我 我再做一次給你看 如何 OK 不會 好吧 我把那個 最後一個影片講一講 我們這一學期就結束了 好不好 OK 好 來我現在來看一下 那個 那個 最後一個頭影片 好 我找一下 對不起 來 嗯 又要找一下 等我一下 施工技術 我們講了半天其實 這是一本書 日本人畫的書 我覺得還不錯 他介紹施工的過程 那我覺得給各位 其實我們今天所畫的圖面 就是 其實施工的過程 就是繪圖的過程 這我跟各位講 為什麼會有那些圖面 這產生 來你看 開始施工手畫 這是一棟要蓋好的樓房 好 這是日本人畫的 這早期應該一二三四五六七樓 好 你開始要整地 有沒有看到 好 這道看成這樣 你看 基地是這樣 先做圍禮 好 你看契約 圖面 有沒有 你要先清圖 清圖 檢料 教工 好 然後開始你看 開工典禮 有沒有看到 一堆人在這邊 有沒有 然後 舉行一下儀式 最終 你看 開始什麼 高層放藥 四周訂出來 然後工地事務所 你看事務所的機構裡面 這一定是工地事務所的主任 工程師 還有一個事務小姐 影印啊 賽圖啊 反正 這就是一個日本人他們公司 他們做事情就像打仗一樣 現地放一樣 樓門版 然後這是以前 集裝的方式 然後 施工的注意不要弄到 現有的地下染線 水管等等 有沒有看到 那 要不要借地 跟隔壁要不要借 這個要考慮 然後呢 施工過程很怕引起施工災害 引起糾紛 旁邊有間飯店 會不會影響到人家 所以 工程上 你看要用的機器 測量儀器 警戒裝置 安全 交通安全指揮 你看耗子 他們都要準備 這就是放樣 有機裝 有BM點 那樓梯的時候 注意它的高地 不要把它一開掉下來 那基礎開挖是最危險的時候 你看 這是他們基礎開挖的 這是打裝 也是試探機 很像 好 這有好多種 你看 現在都做連續幣了 好 下一節各個放連續幣的 投影片讓各位看 導軌 小車 好 然後打入鋼管 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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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開挖 開挖有很多種機器 好 然後 這是以前叫冰裝 好 Social Pire 好 所以冰裝就是 I型鋼管 鋼管 打下去的塞木板 這早期 現在沒有看到 它會漏水 會什麼 但是你屬於 潛地樓層 這很好用 那這是現在所謂的 這叫站台 好 那這現在常看到的 H型鋼支撐 這個現在有在用 現在外面這改成連續壁了 不太多 安全 這就是冰裝 然後 這地方稍微低一點 你再看 好 駕駛完 你看一直開挖 一直出土 有看到 這邊有個司空站台 指揮站台 好 你看 就是這樣做 然後開始打底下的混凝土 然後第一段支撐 第二段支撐 然後最後我們抽水 所以地下水的穩定 點錦式啊 真空式 這很多抽水的方式 將來你在基礎工程會學到 你去看一下 這是鋼板霜 我有照片讓你看過 好 然後這邊你看 好 垂直之後 OK 就旋轉 轉頭 好 施工基礎不良 會造成臨防裂損 臨防倒塌 所以基礎工程要相當的謹慎 好 你所看到的地下室平面圖 我們這個圖面沒有 好 注意 好 膨脹傾倒 等等 你看這抽水 點錦抽水 好 那分段去施工往下 施工完你看 一直做 坐上來了 坐到一樓了 好 一樓往上做 結構體工程 好 這是木造的 這是鋼構造 這是R-C造的 然後你看放樣的時候 鋼構造是用鋼軌掉下來 底下用螺酸去接 這是鋼的 的樣子 鋼構造 好 那他要怎麼去做 我們的結構是採用R-C構造 好 那鋼構造你看 好的 好的 第一步驟 好的幹部 要沉浸 監督思考下一個步驟 我希望你們真的就是 將來慢慢到工地是一個好的優秀的幹部 你看到沒有 不是驚慌是錯 好 這是塔吊 這吊車 最近在高義附近的工地有一個吊車也是吊下來 就那天高雄港一樣 那天真的不適宜吊車作業 整個都吊下來 好 你看這個吊車 不同形狀的吊車 你必須要懂 好吧 因為把東西吊上去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這是鋼結構要做那個鋼鼠去校正 這是鋼結構用的 那這是有一些推路機 路瓶機 推土機 土方機械 那這是混凝土放送車 好多機械 這是焊接機 那這是腳車 腳盤車也是一種運送的 染線的車 那你看 那一樓跟五樓同時著手模板 鋼鼓的時候是可以這樣做 RC不行 好 這是這樣做 這是配金的部分 這是RC的部分 好 看一下就好 這下一集我大概要跟各位琢磨一下 好 這是鋼鼓的 好 但是它有陰架 那你看一下 吊樁 RC結構怎麼吊 有沒有 你這邊陰架怎麼搭 看到 那陰架一直搭上去 好不好 好 結構體慢慢做 完成之後就是門窗 門窗的時候都比較多一點點 打中心線的位置出來 再來把門窗固定 再填砂漿 好 這是鋼筋 這是保護層 好 所以 那個 在灌漿之前就把 現在都把它流出來了 現在不會現在再做 灌完漿再去擺那個 那個 接合金 那 現在沒有做就用紙巾 但是最好先擺 你看 這是打 打那個 混凝土 好 這各位都有在學嘛 混凝土配比設計 好 怎麼打混凝土 好 最終之後有打石工 對不對 最終你看設計圖要這樣怎麼做 好 那最終 外面要不要裝修什麼東西 模板怎麼去做 怎麼去支撐它 好 你怎麼去做起來 怎麼灌這個 這個叫釣火 對釣火 對釣火 那這個地方 在還沒有結構底的時候 你怎麼固定這個 它就用這個方式去解決這個 對釣 那這個地方一定要夾緊 不夾緊 它灌漿就會蹭開 這一下是重力支撐 這是什麼 側拉力 側面的拉力 好 所以這個呢 對釣要固定在什麼地方 好 不然這模板怎麼固定 這是空的耶 還沒灌這樣也是沒有東西耶 所以怎麼去想 好 好 這道條的部分 好 然後這是鋼筋要放在那個 上側不要放下側都很容易壞掉 因為剪 懸臂梁的彎具圖去看 副彎具 副彎具鋼筋要把它上側 好 這是樓梯裝修 怎麼去做 好 你看 造成這麼多 你看人家就來抗議 有沒有 所以工程施工有時候狀況不明 造成煙啊 好 這結構體 你看做完以後 上涼 最後一根涼 放上去的時候做上涼儀式 現在都以最後結構體 最頂層樓的時候做上涼儀式 好 那再來結構體完就是裝修 好 你看到屋頂 好 你看到屋頂 好 你有看到防水的方式 室內裝修 好 有沒有 用個水準椅 現在都用那個雷射水準椅 有沒有 貼一些墨鏡 標準餅 然後等等的 踢腳 牆面天花板 屁屁 有看到 門窗 怎麼固定 最後有沒有填漿 有沒有 這都看過吧 好 那工地怎麼放鎖 最後掉天花板 怎麼訂天花板 好 天花板訂完後上面有配線 要裝燈 要裝冷氣 你看過 好 那這是木造的部分的裝修 木隔間 木門 好 有時候你用青隔間 細酸蓋板 去釘 用木條 或者現在都用西形鋼 好 簡易的青形鋼 去釘 它上面有壓邊等等的 你去看一下 這都這樣 那地平 好 ok 然後 這牆角裝修 轉角的時候用什麼固定 好 粉刷 泥座 好 裝燈 天花板 所以你看 所有的裝修 最後油漆 好 地平 好 這是塑膠地磚 好 樓梯 好 樓梯 樓梯 樓梯用眼睛看就可以知道它有沒有寫 要知道嗎 好 這是它教你怎麼去看 好 這就是它的 橫木怎麼樣啊 樓梯在施工的時候要有模板耶 不然你沒有辦法粉刷耶 好 好 那這是 那個水電裝修 瓷磚貼的時候 你不要貼成這樣子 這不理想 這比較好 好 至少你這個邊邊下來 就在這個角落 所以要去算 好 有沒有看到 浴室 好 磚怎麼去貼 所以瓷磚還有瓷磚的分割圖 這是尊式馬桶 OK 好 那你看到一些時候 做完就完工了 創修 再來食材 一樓部分現在都做食材 打絲啊 食材擺的方式 灌漿 現在都是用 不灌漿 都是用什麼 金屬去固定它 好 這個是 磨石是地平 洗石是磨石 斬石是早期 民國六十幾年 七十幾年的工程常用 現在沒有了 現在幾乎貼紙磚 因為它的工 它磨起來質感不錯 但它的造成的汙染 磨完的泥漿很難處理 好 這間銅片固定 這我還看過事工怎麼做 好 那這是樓梯 側城市跟正面之城市怎麼去做 好 然後你看日本人 窗怎麼樣去固定它 最後裝修磁磚怎麼去算 所以他們的蓋房子 真的是把它當作一件很細膩的工藝品在做 看一下就好 你看一下 這就是軟底 這就是硬底 好 那 這是 那個背面 我們叫做 背 尺磚的背勾 它叫離角 裹角 好 這尺磚做的時候 窗框的時候用這個固定保護它 我們現在的窗框保護器是用一個PP 藍色把它包在外面 好 最後一直從上面粉刷下來 看到 那到一樓的時候粉刷的時候要怎麼去做 好 做到多深 好 怎麼去做 它有看你粉刷線到哪裡 一般地下去做多個五公分吧 好不好 好 那就怎麼去做 有個尺龜 好 這就是施工過程 好吧 那大概就這樣子 把各位交代的部分講清楚了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圖面在施工的程序上 佔了什麼樣的地位 讓你了解一下 好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